Hello,大家好,我是Luc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 我目前在美国一家大银行做数据科学家 今天的话题是大数据 可能有人会说 我又不做数据分析 大数据离我们很遥远 跟我没什么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 大数据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了解大数据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隐私保护意识 如果你们对它还不是很了解 今天的视频内容将会让你们获得对大数据的更多认识 你们也不需要担心听不懂 因为我会以一种简单通俗易懂的方式 结合现实生活中与我们相关的例子 来给你们讲解大数据 这个当今是件非常热门流行的话题 主要会围绕一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的三大特性 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利与弊 和最后总结 首先什么是大数据 我们进入到大数据时代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从2009年开始 大数据成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用语 无论是手机 平板电脑 还是云计算 能工智能 互联网和互联网 这些概念都与大数据有关 最近几年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势头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高速发展的时代 数据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只要拿起手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去上网 我们就逃不出数据之网 我们在网上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制造数据 包括手机上发短信 打电话 发邮件 网络社交 购物支付 出行 娱乐 餐饮服务 网络搜索信息等等 所有这些导致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数据 我们浏览网站会留下观看历史记录 网上购物网站也会记住 你浏览过什么网页和产品 购买过什么商品 你的名字 邮寄地址 电话号码 信用卡号码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数据 此外 所有你看过的或者输入进去的信息 哪怕是输入进去的搜索关键字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 从而产生大量数据 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上网 就逃不出数据之网 哪怕没有上网 只是在公众场合走路 也是在创造数据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装上监控摄像头 这些入校也是数据 所以摄像头和网络 一直在监视和记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上面类型是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大数据呢 大数据 顾名思义是指庞大的高速涌现的多样化数据 也就是说大数据有三大特性 第一数据量庞大 第二数据涌现高速 第三数据类型多样化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大数据3V特性 为了更深入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来对这三大特性进行一一剖析 第一个特性 数据量超级庞大 这个到底庞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每年到底产生了多少数据 十年前的我们创造的数据量 跟现在创造的数据量差别有多大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国际数据公司IDC的调研结果 这张图表是我根据IDC提供的数据用PiDol画出来的 在2003年全球只有0.005G的数据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全球数据量已经有了两个G的B 对于发了400倍 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 从2010年开始 大数据已经开始迅速发展 11年后也就是2021年 全球数据量已经达到了79个G的B 跟2010年相比翻了将近40倍 很明显2020年的数据涨幅最大 这个是因为它是疫情爆发的第一年 基本都是被困在家里 所以使用网络的时间比往年都要长 以至于数据涨幅创历史新高 总体来看 全球数据呈现指数型增长 那G的B到底是多大的计量单位呢 我们平时很熟悉的数据存储单位是Gigabyte 一个Gigabyte等于10的12字方的Gigabyte 光看这个数字貌似不是很直观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如果建一个机房来存储这些数据 那么这个机房的面积 要比95个鸟巢体育场还大 可想而知这是多么的庞大 接下来第二个特性 数据有限高速 也就是说大数据生成的速度超级快 这也是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一个不同点 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在创造数据 我们只要拿起手机 数据就被创建了 据估计 全球有49亿人使用互联网 几乎一半的搜索是通过手机进行的 每天创造的数据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2.5万亿字节 就拿搜索量来举例吧 根据2022年 就光是在谷歌上面 平均每天进行的搜索量 达到惊人的85亿次 每一秒超过99000次的搜索 就光这谷歌网站 数据的产生速度就已经不得了了 还有其他各类网站 什么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等等 那些网站上上传的图片和视频也是不计其数 除了速度快 同时也强调数据资料的时效性 由于每秒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 过去好几年前的数据可能已经没有太大用处 用最近的即时数据进行分析 即时得到结果 即时做出相应的决定和改进 这样就可以发挥大数据的最大价值 第三大特性 数据类型复杂多样化 传统的数据是以一种文本形式出现 比如Excel, CSV 或者XS格式 大数据除了有传统的文本形式 还有我们每天发送的电子邮件 短信 社交媒体上的图片 视频 音频 地理位置信息等等 数据类型变得更加复杂 多样化 以上就是大数据的三大特性 这就是为什么说 大数据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数据将人与人 人与世界连接起来 构成一张紧密的网络 每个人都在影响世界 又在被他人影响着 那么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利与弊呢 接下来说说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吧 预测分析是大数据最核心的应用 通过分析大数据 可以预测市场趋势和客户偏好 帮助公司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 推出更好的产品 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 你去网站浏览 网站的做法会根据你的浏览行为 来判断你的兴趣爱好 然后把你喜欢的内容推荐给你 这就是所谓的智能推荐 它的基础就是利用大数据 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 是没办法进行精准推荐的 也正是因为大数据玄乎的事情出现了 同一个网站 我们看到的网页内容不但一样 因为当我们搜索了一个特定产品以后 会自动跳出很多类似的产品广告 这些产品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喜好来推送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 大数据让我们的购物更方便 当我们网上购物的时候 基于我们所买的商品 网站会向我们推送相关联的商品 很多时候推荐的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样就节省了搜索的时间 此外 大数据让我们的出行也更为方便 当我们出门的时候 可以查看一下地图APP 来了解道路的拥堵情况是怎样的 这也跟大数据有关系 地图APP需要采集大量的交通数据 然后对道路的拥堵情况进行跟踪和预测 反馈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路线 还有一个好处是 预测人的行为 据说英国博明汉大学的研究团队 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算法 可以更加精确地预测 人们在一天内将要去哪里 平均误差只有20米 而传统的预测算法 预测人们出行的平均误差高达1000米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个算法通过追踪用户手机上的 个人以前的行为模式数据 以及用户手机里的社交关系 来达到预测这个人在24小时之内会去哪里 传统的预测方法不如新型算法精确 是因为人们也会临时变更路线 当然新型算法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个人信息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说明大数据可以预测我们的想法和计划 是不是听着有点可怕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颠覆我们现有的做事逻辑 以前一般都是先想好目的 再去获取相应的信息 而在大数据时代 思维方式就变成了先尽可能多的收集信息 遇到问题时就可以从这含量信息中去挖掘解决方案 这也就反映了大数据的核心价值 对于企业来说 大数据的价值就是辅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商业决策 从而帮助公司创造更多的商业利润 中国大数据专家徐子佩先生说 数据不是石油和矿脏 因为石油和矿脏是一次性的 用完就没有了 而数据可以反复的使用 无数人可以同时使用 所以他认为数据是土壤 而且是会变成下一代做生意的土壤 这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公司拥有的客户越多 数据也就越多 通过大数据分析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产品来吸引更多的客户 就更容易边缘化竞争对手 公司就会变得更强悍 这样一来 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 很大程度上就是数据的竞争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地 海洋 天空 外太空以外的第五大空间 这里就好比是无消炎的战场 这里的武器不是枪支和弹药 而是数据 激烈程度不亚于真实的战场 谁拥有的数据更多 谁就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利 大数据的确正在改变各行各业 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它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安全隐患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数据和网络一直都在监视和记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个人隐私比以前变得更为暴露 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一直是大数据时代避不开的问题 数据的泄漏或者黑客非法攫取 都会导致消费者的隐私不再隐私 我们平时经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短信 电话和邮件都是个人信息被暴露之后的现象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提高保护自己隐私的意识 不要随便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也不要随便去点开来历不明的链接 做到像管理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管理自己的数据 不仅仅是医疗和健康数据 还有所有的社交和交易数据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在大数据时代隐私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假象 社交软件记录着个人的行为模式 购物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 搜索引擎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记录 理财产品监视着我们的财富 大数据正在详细的记录着人类和世界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隐私会不会变成一种阶级壁垒呢 比如说如果隐私信息可以出售 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穷人的一切都是透明的 而富人因为可以为自己的隐私买单 从而做到任何事情都是保密的 希望这种现象不要发生 在大数据高速发展的时代 有人觉得大数据带来的利大于弊 而有人却觉得弊大于利 你觉得呢 所谓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不管怎样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在我们努力去保护好自己隐私的前提下 好好地享受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福利吧 大数据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收集数据 而不去分析它 那些数据也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去处理分析这些数据 才会挖掘住它们潜在的使用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 由于大数据的规模如此强大并且复杂 导致传统的数据处理软件和方法束手无策 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下次要跟你们分享的话题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如果感兴趣的话 敬请继续关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真心话 我每次的视频内容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 去思考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如何组织内容结构和主线 才会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受益 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的内容 有给你们增长一点点知识的话 请帮忙订阅点赞评论和转发鼓励一下吧 你们的支持和关注 就是我继续制作干货内容视频的动力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